我 我要高大宇 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就是我们两个成熟男人之间的秘密 懂吗 等我妈走了 我就立刻取出来 令堂当然是风气小组还是沈明 我还有酒 大口是你亲吗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别 真是亲生的 跟你爸一个德行 那我是你亲生的吗 我真整理了 可能是 我对你生活不能自理的细节 不感兴趣 收拾东西 跟我去办手续 什么手续啊 我什么情况啊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已经给你转了中医专业 现在只需要你去签个字 把宿舍一换 这事就算成了 我不学中医 又学你自己学 我是中医学博士 你忘了 阿姨 那个 妥妥已经满十八岁了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 第十一条规定 满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 为成年人 拥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妥妥她有选择 自己人生的权利 我是妥妥的妈妈 只要她还继续花我的钱 用我给她的这条命 我就有权利规划 和引导她的人生 请问 您是哪一位啊 那个 忘记介绍了 阿姨 您好 我是文韬 妥妥的班长兼室友 是你啊 幸会 幸会 我也是十六岁上的大学 十六岁 你还没成人吧 我们家妥妥呀 要是有你一半的聪明 我就放心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不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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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